持續看到社會消息 這是在台北市的士林區發生的搶案 有一位男子在網路上說他要買20萬顆泰達幣 有賣家表示他願意以600萬元賣出 雙方談成就相約交易 不過就在面銷的時候 這位買家卻被對方的一伙人 持辣椒水跟椒條來攻擊 行搶現金 當下買家也拿起彈簧刀來反擊 最後釀成兩個人受重傷 雙方總共有7個人 最後通通遭警方逮捕 兩名男子走在人行道上 突然一輛白色轎車擊殺 好幾名黑衣人衝下車 先拿起辣椒水狂噴再用椒條追打 沿途鎖定男子的後背包意圖刑場 因為這裡頭裝著600萬的現金 這畫面嚇壞目擊民眾立刻報案 事發在台北市市林區天母 一名實信買家先是在臉書PO文 說想買20萬顆的泰達幣 最後和郭信買家以600多萬成交 雙方相約面交 當天買家帶了朋友同行 但賣家卻找來四名同夥 想要當街搶走600萬現金 一見到人立刻噴辣椒水攻擊搶劫 沒想到反遭實信買家 拿彈簧刀反擊 釀成兩人重傷一度命危 實信黃姓被害人以隨身攜帶之彈簧刀 折疊刀一把魚回擊 造成郭賢這方之方姓張姓男子 遭刺傷送醫住院 試圖刑場的賣家公稱 之前也因為買虛擬貨幣 面交現金的時候被搶劫 才會採用同樣的方式 把損失款項彌補回來 只是用了錯誤的方法 反而吃上強盜罪 而遭搶劫的買家 雖然公籤是為了防衛才遲到反擊 但造成對方兩個人腹部傳刺傷 命危一度住進家戶病房 還是被依殺人未遂罪險送半 謝謝台北 綜合報導